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常有人問鮑勃說 冬天來東京玩有沒有辦法市區順便玩雪 每年冬天都會下一兩場雪 但通常雪量不會太大 如果要下到大積雪的狀態 可能兩三年才有一次 也不是說想看就可以看得到 那東京周邊幾個縣市的確有可以玩雪的地方? 但通常要兩天一夜游以上才算划算 但東京周邊還是有一些玩雪與日游的觀光景點 如果你來東京時間很趕 又想要看到雪的話 這部影片應該就很適合你 對了,影片不會介紹滑雪場喔 日光中禪四湖這一帶又稱作澳日光 大概是標高1300公尺左右的山區 一二月的平均溫度大概是零下三度左右 這樣雪量也不少 從東武日光站搭乘巴士大約一個小時左右 我們來到標高約1400公尺的湯瀑布 這裡與華岩瀑布 跟龍頭瀑布 稱作澳日光三名瀑布 我們可以用巴士加走路的方式 來搶三個瀑布的半日游 湯瀑布位於湯治湖南段 落差70公尺,高度110公尺 這裡的水源是一己河川湯川的河水流下 可以從關鋪台直接游下往上看瀑布的景色 街巷走的或是大巴士來到戰場之源 這裡是由南提山噴發所形成的湖 經長時間石原化所變成的 約400公頃 為日本本周最大的高原石原 稍稍散個布後 大家可以在附近的三本松茶屋吃個中餐 我們點了可樂餅定食跟生薑豬肉定食 順便加點烤瓶跟熱狗串 暖暖的還蠻不錯的 感覺可以瞬間補充體力 我們繼續往下走 來到也是湯川河水流過龍頭瀑布 標高1350公尺 這個瀑布全長210公尺 環10公尺 由於角度比較緩 可以直接引著散步 到底部的時候還可以看到瀑布被1分為2 很有特色 我們搭乘公車來到華岩瀑布 瀑布的水就出至中餐四湖 搭乘電梯來到底部 會發現這個瀑布的壯闊 高97公尺 寬約7公尺 配上雪景真的很棒 如果有機會不同季節來 看水量大的瀑布會有不同的感覺 瀑布附近也有規模不小的商店街 可以讓大家吃點小東西 暖暖身子 除了澳日光以外 日光的世界遺產東照宮 也是吸引遊客拜訪日光的理由 也請看東運走的橋 介紹東照宮的影片喔 至福位於祈福縣西部的山區 冬天的平均溫度大約是攝氏1-2度 比冬近還低5度 三峰神社標高甚至高達1100公尺 基本上冬天也多雪 從西武致富站轉成巴士不到一個小時 我們來到致富三大冰柱之一的三石槌冰柱 這裡分成兩個區域 第一區是天然形成的冰柱區 從岩壁流出來的水結冰之後 形成磁器官 寬度約30公尺 高10公尺 往上游走的第二區是人工冰柱區 就是在岩壁上面倒水形成的冰柱 寬度55公尺 高25公尺 真的蠻壯闊的 如果大家有開車的話 可以來看看夜間的冰柱燈光秀喔 據說真的很美 離開30槌冰柱 我們繼續搭巴士往下走 來到標高1100公尺的三峰神社 三峰神社名稱的由來 也是1900年前左右 日本的第十二代天皇 錦形天皇 在東國巡襲的時候 在此地看到雲曲山 白岩山 廟法越 這三座高山後取了名字 巴士到達車站先在商店街買點小東西吃 寶寶點的味噌烤糰子 跟馬鈴薯 熱熱的超好吃 就邊看白雪邊吃吧 接下來我們就進到三峰神社的境內 先看到了罕見的米茲托里 就是三個鳥居合在一起的一種鳥居樣式 往下走來到奧宮搖拜殿 在這裡可以看到超美的山景 然後經過江戶時期建立的隨身門 紅色的門配上雪景 讓顏色看起來更鮮豔 接著走過正餐道 還有金銅鳥居 我們來到拜殿 拜殿色彩非常的鮮豔 兩旁也有超過八百年歷史的神木 是關東非常有名的Power Spot 致富的長徑跟致富車站周邊 也有很多可以拜訪的地方 我們在其他影片也有做介紹 長野縣的青井澤整個區域 大概在標高一千公尺的山中 一二月平均氣溫大概零下兩三度左右 平均積雪大概也有二十公分左右 雖然位於長野縣 但搭乘新幹線非常的方便 大概一個多小時就到了 當天來回絕對沒問題 我們就來介紹幾個這裡的景點 雲場池又變明天鵝湖 是一個狹場的人工湖泊 景色十分的優美 建議大家繞著湖畔慢慢走一圈 新野Resort這個區域能體驗的東西可多了 不需要住宿也沒有關係 由Kendrick Ben Kekla 於1988年設計的十支教堂 絕對可以用獨一無二來稱呼 狗型的部分是用玉柱混凝土製作 然後搭配石墻跟玻璃 在下雪的時候看起來十分的有美感 高原教堂一百年的歷史 下雪的時候搭配庭園 有一種神秘浪漫的氣息 可惜這兩個教堂室內都沒有辦法拍攝 大家可以上網找一下圖片參考 離開教堂後我們徒步穿過森林 走個幾分鐘來到蜻蜓之湯 有去非常大的露天汶泉區 冬天看雪景真的很威 肚子餓的話可以在榆樹街小鎮的 澤村Bakery吃點檢餐 這家店也是2021年的便包百明店 每天用農場直送的牛奶以及當季的蔬菜水果 製作的義式冰淇淋 這冰淇淋的濃密程度真的讓愛吃冰淇淋的褒勃大大的驚艷 王子飯店的Outlet有240家店鋪可以逛以外 大草坪以及晚上的燈飾很適合帶小朋友玩耍 不喜歡逛街的人也可以在這裡得到充足的休息 下雪的夜晚尤其美麗 如果想要多了解輕盈澤的玩法 也可以到東橋的頻道搜尋更詳細內容 我是鮑勃,大家下次再見,掰掰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